8月21日凌晨一点左右,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,家住三眼乔路站女士本该一觉睡到天光却突然惊醒,发现陌生壮汉站在床前,原来是一小偷,便打声怒吼于抓住壮汉, 白白努力无果还是被逃,身伤还多处受伤,壮汉被吓得不轻,跑掉了拖鞋和手电,8月28日晚,民警将入市盗窃小偷抓获,家住三眼乔路的站女士现在会想起来还有些后怕,在镇定下来之后,向我们讲述了事件的完整经过和细节之处,8月21日凌晨一点左右,本在睡觉的她突然惊醒, 发现床前竟然站着一个壮汉,自己并不认识,在那里猫着腰,不知道在干什么,镇定下来后,站女士,才断定壮汉是一名想偷,立马怒视之,壮汉先是被吓一跳,但是没有马上逃走,而是一把推了站女士,力气很大,随后,二话不说就疯了逃出门外,站女士没有放弃, 抓住壮汉,衣服不松手,结果惨被拖行十余米,手段可谓极其恶劣,这也导致站女士多处受伤,可是还是没有松手的意思,壮汉只得推到路旁的一辆小黄车,这才得以逃脱,只留下小电筒和一双鞋子, 唐家敦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,第一时间赶到现场,只发现壮汉逃跑,丢下了一个小电筒和一双拖鞋,随后调取了逃跑沿途的监控录像进行调查,发现该壮汉留板寸头,身高1.70米,身材很壮实,逃跑两小时后,消失在案发现场附近一条小巷里,没有了,综艺,案发后的几天,民警进行了咒询夜查, 对社区出入道口,进行了严密把守,这还不止,还对50余栋私宅楼房,进行了全面的地毯式搜索,终于传来好消息,民警8月28日晚上9点,发现监控录像中的男子正是嫌疑人,壮汉骑着一辆小黄车,向三眼桥行驶,民警立马开展抓捕行动,十多人进行为追,终于抓获成功,不过一开始,壮汉并不承认自己 入室盗窃,民警随即出示了小电筒和拖鞋,在证据面前,壮汉才不得不承认,壮汉黄某是一名贯盗,30岁,河南人,父母很早就去世,11岁就到处流浪, 那天夜里想到战女士家中进行盗窃,还没得手就被发现,最后匆匆逃跑,目前,黄某因涉嫌被刑事拘留,文莫,笔者提醒广大市民,要注意加强家中的防盗措施,增强个人的防盗意识,以免让导犯有可乘之机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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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